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主 我们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想借助你的话 那真理 那致命的真理 来学习那爱的道理 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 你从根古 现在 一直到永远 不管我们在地里 在哪里 你都爱我们 神呀 我们人是有罪的 我们有这样大种的问题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爱 我们会出差错 个人的 生活的 事业的 神呀 你就怜悯我们吧 今天我们想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他们的心 他们的灵 他们的一切一切 都交错在你的手上 让圣灵 在他们身上运行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 你的大爱 能感受到圣灵 在我们身上做工 请你也高 我得高 让我说出的每一个字 妈妈是一个音符 一个A 一个B 一个C 都出自你 出自圣经 而不是出自我 一场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并且是七年以前 在12月23日下午6点多钟 我在大学里 心理学教研室 做完我的实验 我说这次我要回家了 高高兴兴地 我想 给我太太 给我儿子 分享 我实验的喜乐 然后23号 你这圣诞节 你可以算一算 没几天了 那天是个下雪的天 可是我这种喜悦 并没有持续多久 为什么呢 他教育了我 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这种感觉的爱 和是现实的 真实的爱 是有差别的 等我坐上多伦多的桑部位 我就开始往下走 我说今天的时间又不错 这个圣诞节又快过了 年又快过了 因为师母Mary 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 对吧 所以我就开始从那个 那个Funch那个Subway 转到了这个到Funch的Bus上 对吧 等我一开始敲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为什么呢 我往往是回家的时候先敲敲门啊 实在实在 我开一敲门呢 没音儿 我说应该是回来了 对不对 那我就把门一推就进去了 对不对 我一看 师母Mary呢 那会儿还不是师母呢 我这太太Mary啊 她正在做饭呢 并且我看到她的背影 对吧 看到她的背影 我说怎么还不吃神啊 我说不对劲了 我这会儿心的不是高兴啊 你知道 她是跳啊 对不对 肯定做错什么了 对不对 肯定错了 是吧 生气了 肯定 对不对 后来一等 我都着急啊 我说这次还等着挨罚吧 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后来把身一转 好人呐 你一天也说爱我们 你的爱比天还高 比海都深呢 你最爱我们的 可是你这盖呢 我感觉不到 看不到 我不知道从哪里能发现 你的爱 哎呦 我说坏了 难道她说的是真的 我说我去从中国拼命看 去日本啊 把你们带到日本啊 是吧 对不对 我又从日本 又回到了北京啊 梦寐以求的北京的身份证啊 对不对 就是北大的进北大当老师啊 这个 对不对 好不容易把直辞了 又带着你们到加拿大 还不够爱啊 是吧 这叫做自己啊 这个爱啊 可是我太太说 我没有感觉到啊 为什么呢 你还真的爱我们这个家吗 对不对 其实呢 我说她真的是对的吗 其实在1950年以前 这种事啊 就发生在哥林多的教会里 就是在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 那些人呢 过于强调了属灵的恩赐 过于强调了超自然的恩赐 而忽略了从神那里的爱 忽略了行动 忽略了他们自己 彼此在神灵那里呢 彼此的态度 忽略了自己 他的性格的培养 对吧 性格的培养 性格的培养 所以呢 保罗说啊 没有行动的爱 It's died 它是死的 它是死的 那么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呢 先把我们的经文呢 你刚才唱了一段 我们把它从头到尾 从第一节 一直到最后一节 十一到十三节 让我们呢 再把它念一遍 看看到底是 是吧 我们怎么把这个神的爱 我们怎么把这个爱 给行出来 好不好 好不好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一到十三节 第一节说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欧德罗 想的拔以拔 发音对不对 明啊 是吧 明是吧 好 谢谢啊 我若能有先知 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了什么 这两节经文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爱是个必要的条件 是吧 第一个 如果没有爱 再说好的方言 再说天使的话 也不给想的明一般 这个叫什么 是吧 博一般 对吧 博一般 如果即便是有先知 讲道之能 你也信心当上 你移山 如果没有爱 你算不了什么 英文是nothing It's nothing 好 他说我这两个 我都不在乎 我现在很有钱 我做点事 第三节说 我若能做 讲所有的洲地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粉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英文说 I gain nothing I gain nothing 我们看下一个 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是说 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那是affection 表现的是emotion 我离了你以后 我都惦记 我愿意为你付出 我愿意付出 我想得不得了 这是我们人之间的 肉体 这个方面的爱 这是肉体的爱 那么保罗呢 他把这个爱 看起来 让你越觉着 越糊涂 这讲的东西 难道是爱吗 看起来不是 实际上是 那我们中国人的逻辑啊 这好像都不对 看着 是吧 爱是什么呢 爱是恒久的忍耐 忍耐是什么 它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脾气性格 对不对 看到了吗 又有恩赐 英文这儿是patient 它是个形容词 爱本身是个名词 它是个动作可以 怎么称了patient的了 对不对 一会儿你会明白 是吧 恩赐 爱是不忌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这儿我们中国人 就中文翻译成张狂 英文你记得 它叫 not proud 对不对 不骄傲 对不对 第五点 还不算完 是吧 爱是什么呢 这省了 它没有集体下这个爱 这个字 它是什么呢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英文是 It's not rude 它翻译差别很大的 你看希腊文记会有的 对不对 说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英文是 Keep no record of wrongs 看着 对不对 第六点 爱是什么呢 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英文是 Never delete in devil But rejoice with truth With the truth 第七点 它说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你平常凡事都相信吗 你来不了加拿大了 对不对 你凡事当心的吗 家里的钱都没了 这是中国人 中文的中文的翻译 但是我会一会儿跟你解释 有它的道理的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你看这儿 第四点 这是恒久的忍耐 然后这儿呢 是凡事忍耐 英文的翻译 和我们中文的翻译 差别是很大的 但是 Always protect 它把这儿翻成一个 副词 Always 而英文中文的翻译是 凡事包容 所有的事情 它是个名词 看了吧 凡事相信 Always trust And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 对吧 有的地方中文翻译是更贴切 有的地方呢 英文翻译更贴切 你理解情报 我今天呢 我是借助中英文的双边翻译 不介绍希腊文 那我跟你分享 我希望你能理解得更好一点 真正把我们这个爱的诗篇章 能有一个比较好的 给你以往更清楚的理解 好不好 好不好 这儿 第八节 爱是永不直希 我们在中文的理解上 语法上能通吗 爱是永不直希啊 怎么个永不直希法 对不对 英文的翻译是 Love never fears 爱啊 永远不会失败的 对吧 神的爱啊 永远不会失败的 对不对 never fears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滞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第九节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第十节 这儿有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等那完全地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 大家知道吧 等那完全地来到 谁来了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来了 When perfection comes The imperfection disappears 对 这是我们中文的解释 一般的解经法 对不对 一般的解经法 对吧 第十一点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那模糊不清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 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第十三节 这里很有意义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最后一句 它关系到 我们基督教 是个什么教的问题 对吧 那我们基督教 是个什么教 知道吧 我们基督教 就是爱的教 对吧 是以爱为核心的教 是以爱最高的教 对吧 对吧 那么我今天呢 从前到后呢 大概花 大概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把整个这段经文呢 跟你分享一遍 分享一遍 是吧 所以说 这个爱到底什么呢 这前面这三节经文 它就告诉我们 爱的绝对必要性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吧 说爱 是不能停留在言辞上 它是一种 迪迪道道的 是吧 Wonderful 非常好的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怎么这么讲 你说再好的话 再漂亮的话 再美的话 你只是这样去赞美人 对吧 你夸得你太太再好 到了一定时候 她会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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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如果 你想有爱的时候 你得通过 实践的活动 什么样的实践活动 必须 把神 三位一体的神 请到你内心里来 请到你内心里来 把你对神的爱 请到你内心里来 让圣灵 在你身上 做过 这里面 有一个 作为基督徒 他有一个成圣的过程 有一个成圣的过程 对吧 把爱情的进来 等这样做的时候 你结合 你自己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让圣灵 通过祷告 通过读经 通过小族的分享 通过小族的分享 对吧 把爱 行出来 把爱行出来 把爱行出来 我过去呢 就做不到 就做不到 所以我跟我太太之间 他造成不理解我 造成不理解我 我只是发货 那个属灵的恩赐 说这个王川的 这个王弟兄 哎呀 这个嘴很厉害 你找了一群人了呢 十个人都听他说 还别人插不上嘴呀 对吧 是吧 我太太就说 我就想插那一句话 我就插不进去 对不对 你让我说一句好不好 是吧 对不对 他的脚上很憋气 对不对 你让他怎么爱我呀 怎么对我满意呀 对不对 光耍嘴皮子 是吧 直途自己高兴啊 每次来家里来了客人 他说 我说你让我说完好不好 你来了已经说了五分钟了 我一句还没说呢 你说怎么让你说完好不好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对我体里早有意见 早有意见 对 所以你这个 等你说千遍万遍 有的时候啊 真不如做一件具体的事情 具体的事情 我后来得学会什么呢 对不对 我不管说生日快乐 到生日的时候 真买一束玫瑰花去 是吧 麻烦他说 我不要了 今年这个 但是我还是买两束 对不对 从Fanch Station 他的感觉就变了 到家里的时候呢 拖拖地 是吧 洗洗碗 对不对 对不对 在他上床睡觉以前啊 要不要洗洗脚啊 把盆子端过去了 对不对 等他好不容易 发一次烧吐的时候啊 我给他端盆子 不管端几次 反复地到卫生间里走几次 这个呀 给嘴皮子里好得厉害 对不对 这是我说的 夫妻的时候这样 可是你不这么做的人也有爱 这个嘴皮子真厉害 我们我都是 我们都不是悬崖自己啊 有个同学啊 北大毕业 这可能不少的 有几个可能是北大清华的什么的 负担的我不知道啊 这个不需要 新李先生 比我大两岁 是吧 在中国的上了硕士 然后到美国读了博士 回国办公司 手下千十来号人 对不对 年利润的公司里 也是十个八个亿的 是吧 然后到了多伦多以后 后来信了主了 你知道这个弟兄吗 最敬佩的我也不是他这个 口才比我好 对不对 口才好 对不对 厉害着呢 可是我这个弟兄你知道吧 他就苦意传福音 嘴再好 作为基督徒 是吧 广说觉知信主了 可是走到哪里不传福音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我发现 他通过他带着信主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可恨不可恨 对不对 他这个弟兄呢 教会捐钱也有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发现他呢 就是说 哪个弟兄姊妹 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 他从来没提起过 探望探望看看 是吧 他没这个 就这样的弟兄 嘴皮子再好 像八个一样 对不对 就是万人的方言啊 很有super nature的 那种gift 对不对 在天国神那里 有多少财宝存着 是吧 对不对 这样的基督徒 又算得了什么 你说 对不对 又算得了什么 好了 是王传道 你管这个第一节 都分享了这么长 那后面怎么讲 对不对 他说我呀 我不是有这种 属灵的 这个属实 这种super nature的gift 超自然的恩赐 但是我呢 我能结晶 我读书读都多 在格林多的时候 有的人很厉害 比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的基督徒厉害 虽然不是牧者 他有那个perfectly 有先知讲道之能 对 对 能洞察知识 洞察宇宙的奥秘 他能够预测一百年 一千年一千年 一万年以后发生什么 对不对 是吧 像我这样的人 保罗说了 如果没有爱的话 会怎么样 他用了一个词 You're nothing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你再有再好的恩赐 是吧 你有再好的恩赐 再美的恩赐 你这经节的再好 如果没有神 耶稣基督在你那里住着 圣灵和你同在 是吧 Emmanuel You're nothing You're nothing 还有来说 我呢 就在保罗那个时代 他说我不是这种恩赐 supernatural的超自然 我也不是那种 supernatural的那种 gift 属灵的恩赐 但是呢 我有完全的信 I have a firm face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我有一个 确实实在在的 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这个信念呢 就一个形容词来说 我可以排山倒海 对不对 就算有这么强的信 信忘爱 现在讲这个信字 信忘爱这个信 对 有这么强的信 保罗说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 You gain nothing 对你自己无异 中国人翻译是 中文翻译是 我更喜欢这个英文的翻译 You gain nothing 你不会长进的 You cannot improve yourself 对 对 你不能improve yourself 对 你不会改定的 对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底里道道有个弟兄 他叫比尔 很典型 给这儿非常相伴 我想起这个 就有经文了 想起他来 对吧 来加拿大13年 作为基督徒10年 在教会服侍8年 对不对 8年 从教会里 做相当于 Community member支持 对吧 Usher 全部服侍 接待 家里办小组 太太当小组长 她当副组长 对不对 各种服侍 她也有去看望 弟兄姊妹生命的 你知道这个弟兄吗 你是在外面看着挺好的 到家里干嘛 砸桌子 生气的时候 砸板凳 砸窗户 对太太非常粗鲁 动手 来 动手 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 这个笔儿可能是错的 别当真的 听个别的词 个人隐私 对吧 你叫他 你叫他这样算了 对吧 这个弟兄 最后怎么着 糟糕的是 背着太太 在外面 搞女朋友 是吧 就这么一个弟兄 就说保罗说的那个 你前面那个再好 如果没有来自神 真正的爱的话 在你身上表现不出来了 你不会有什么长进 做一些皮毛的东西 对不对 看着别人做 我也做 我叫这平安嘛 对不对 顺大溜嘛 对不对 所以保罗 那么爱在这里 对不对 你说超自然的爱因此也不行 属灵的爱因此也不行 信念也不行 没了爱也不行 那么爱到底是什么 这里保罗可以提出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很严肃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越听我越糊涂 我不知道你到底说 这个爱是什么 对不对 我刚才说了吗 个人情感 看着好像不是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保罗这里讲的爱 是阿嘎皮 它叫A G A P E 读了吧 这是希腊文的发音 发音成英文以后 就是这个词 这个阿嘎皮 是神那里来的爱 神那里来的爱 这个阿嘎皮 表现的是 我们每个个人 和神的关系 每个个人 它叫group collagenesis 它表现 loyalty to God 如果你自己 没有通过祷告 没有通过读经 通过小族生活 通过教会的敬拜 建立和神 那个密切的 个人的关系 通过圣灵 在做工 在你生活中 体现出来 行动出来 你就得不到 我们从神 这奖励的真正的爱 这里的爱 是我们每个人 对待神的态度 是我们每个人 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 你对别人的态度 是attitude 一会儿你看到词 right 它是你那个 甚至关系到你的气质 temperate 心理学生讲 你看那个嫉妒 对不对 是你那个personal character 你的性格 对 它表现在 所有的这一会儿 一会儿跟你讲的这个 表现在里面 是八个yes 八个no 对 保罗给你总结的 非常精辟 对 你一定做到这八个yes 听说这个yes了吧 八个是 right 然后呢 排除那八个no 等你能够做到这八个yes的时候 等你能够排除 另外八个no的时候 八个不是的时候 他说 你已经 好像你已经具备这个爱了 具备这个爱了 那么 那八个yes呢 哪八个yes呢 那就是第四节 前面的几个字 它叫 love 爱是很久的忍耐 如果你有感动 你可以给我一起讲 对吧 爱是很久的忍耐 right so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patient 怎么 我们这个 为什么中文翻译上 love is 爱是很久的人呢 因为你看到英文呢 是love is patient 它是个现在 就是一般现在时 right 因为它是个一般现在时 我们中文翻译上 都是很久的 对吧 一般现在都是这样的 is love patient so love is patient 是很久的人呢 说我们做人 做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等到 神 他的最好的时间 这是伊赛亚书 大概是40章23点 他跟你说 love is patient 你要等到神 最好的时间 不管我们做什么 你要生孩子吗 你家里要搬到加拿大来吗 是吧 你现在决定 要换工作吗 你要向神祷告 要等到神给你那个最好的best timing 对吧 要等到那个best timing 另外 你也要给神 和你周围的人 一个一定的 足够的时间 让他们反应 给他们反应 如果他们不给神 和你周围的人 足够的时间反应的时候 你这个patient就不够 你这个朋友的人呢 都做不够 还有 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时候 都想快 都想好 是吧 万千冲 我就是这样的典型 但是我很有patient 我相信 我有这个确信 对吧 我很有确信 对吧 patient 你要控制你自己的冲动 to counter your self impulse impulse 我想这里给大家举一个 反面的例子 也给大家举个人 我们有一个姊妹啊 祷告五年 就想求一个孩子怀孕 想求怀孕 结果祷告了五年 还是没怀上 她知道我是当医生 都说浩然的 我祷告了五年了 白天祷告 晚上也祷告 对吧 我要求别人给我祷告 我就是没怀上 我信着神干什么 对不对 开始责怪神了 对不对 我再也不信耶稣了 哎 我说你这错了吧 你知道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天道神学院一个教授 严先生 结婚十五年都没怀上啊 祷告了十五年啊 师母一起祷告啊 最后神赐给她一个女孩 对不对 你猜五年算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问她具体情况 我说你好好看过 你妇产科医生吗 我看过一个家庭医生 我说你好好测过体温吗 我上个月测过 有时候忘了 对不对 我说你懂不懂啊 祷告的时候啊 你得和神利用人帮助你结合起来 他神呢 祂是用 因为祂爱我们 祂用人来帮助人 对不对 神当然是直接帮助你的大能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位姊妹 他就缺乏 缺乏忍耐 是吧 我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福音 全是神的恩典 全是神 祂告诉我 我要忍耐 对不对 你必须 因为上神学院修27门课 你必须把你好多工作掉下 你必须少挣很多钱 对不对 有人会埋怨你的 是吧 下着大雪的时候 我从那个 从工作 就是多大工作了以后 回家上地铁 有一时我都走着 那个路上 那正好一个桥嘛 然后那冰雪非常滑嘛 我就这么一走 他哭了一下 就倒了 我说这个坏了 对不对 神他爱我 出现什么艰难 我绝不放弃 因为神 祂给我个希望 Love is patient 爱是很久的忍耐 等你太太埋怨你的时候 等别人对你不理解的时候 等你一个 设计一个软件 到了最后还差那么一丁点 没有完成的时候 对不对 等我们中国那时候造微星 最困难的时候 原子弹开发的时候 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你要忍耐 对不对 要忍耐 你要忍耐到一步的时候 神在你身上彰显 你婚姻会幸福 你的爱 你的太太和爱会给你来 如果你还现在 还没有生上儿子 你现在在45岁以前的话 不妨找着妇产科专家 做个试管婴儿也好 你要忍耐 好不好 要很久的忍耐 好吧 他说王总 好了 我现在是 是一个 Love is 我明白这个 爱是很久的忍耐 往这个就够了吗 这才一个yes 保罗告诉我们了 Love is con 中国人叫又有人词 又有人词 这表现我们一个态度 对别人 等你进别人家的门的时候 你是轻轻地敲门 你也说把脚过去 像我们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就一脚一踹了 对不对 尤其上卫生间的时候 对不对 这没有那个看的 等别人 各个人做不动产的 到你家敲门的时候 你家想换房子吗 少到我家来 敲门多了 烦麻烦 是吧 用这种态度来说 哦 你说我们家等等咱来 你过来 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是吧 这就是看 是吧 要仁慈 要仁慈 等别人真的有困难 需要借点钱 或者什么需要你帮手 神主援手的时候 你不要犹豫 因为一切都来自于神 是吧 一切都来自于神 你要show your kindness 这是来自 拉伯斯康 好 这两个都是用形容词表达的 我们中文翻译 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那你猜两个yes了吧 对不对 那现在你看看这个经文的第七节 怎么说的 第七节 凡事包容 对不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包容 不少的牧者跟你们讲这个凡事包容 对不对 真的需要很多很多事需要包容 如果从神那里角度来看 是对的 它是真理 对吧 它是真理 比如说它创世的道理 它救恩的道理 宽恕的道理 做得对 我们是要包容 是要包容 对吧 如果这个事明显违背 斗赌圣灵 对吧 我们还能包容它吗 我们不能包容它 对不对 它会要斗赌圣灵 是不可原谅的 不能包容 对不对 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 是用英文的翻译 说Always protect 为什么说要Always protect 永远 永远需要保护 为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 有神吧 有耶和华吧 但是同时有邪灵 有Devil 这些Devil 这些邪灵 一直在攻击我每个人的心 一直在诱惑我们 是吧 金钱的 地位的 美女的 车子的 房子 各种各样财物的 甚至是都在诱惑你 我们一直在是一个 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每个人的信仰 Always protect 你要保护你的家人 保护他们 你要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要抵制那个诱惑 要抵制那个诱惑 Always protect Always protect 这是第三个 Always trust Always trust 我们trust的是谁 我们一直在相信 我们一直相信 有一位三位一体的谁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为我们而留 而实在加上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 我们相信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他的救恩的道理 我们就被拯救 我们就能获得有胜 所以在座的各位弟们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 你说Always trust 凡事相信 这是凡事相信神 永远相信神 过去相信 现在相信 永久地相信 等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依靠自己 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重担 我们加给神 我们就那里就来了喜乐 来了平安 我是一个人 过去经常忧虑未来怎么样 所以也逼着我拼命地工作 然后给家人也带来压力 让我弟弟妹妹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太执着的大哥 我太太说 你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会那么不一样 为什么 靠自己 靠的 我 trust什么 就是相信自己 对不对 就是相信自己 等我后来信了神以后 逐渐灵敏提高以后 等我学会相信神的时候 即便是2009年3月份的 就是Wall Street的金融危机 到那个时候 我都不怕 对不对 很多人呢 回到中国 有人觉得 哎呦 回去以后 这个 是不是 有人对你不利啊 我也是到过天明广场了 我觉得我害怕 为什么 我已经有永久的生命 我相信神 我害怕什么 所以等你相信神的时候 Always trust God You are not fear 你不需要恐惧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相信神 相信神 So always hope 凡是希望 凡是盼望 这个中文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 很接近 虽然词用的不一样 一个是凡是 一个是Always 但是都是一个词 Hope Hope Hope这儿我们中文翻译的 希望盼望 非常的好 比那个希望 我觉得翻译的好 对吧 Hope 为什么我们都有Hope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主的耶稣 不仅是一个救恩的神 赎罪的 能够赦罪的神 还是医治的神 还是我们成圣的神 最主要的 我们为什么有盼望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定会再来 并且很快再来 这是启示录上说的 对不对 很快再来 虽然不知道是今天 是明天还是后天 对不对 他说 我们有 我们肉体 有一天 可能 不得不 Right 你说那死也好 反正也不在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我们相信 耶稣那一天起 我们已经获得了 永久的生命 对吧 已经获得了永久的生命 说明我不用惧怕 不用惧怕 说明我们一直有个盼望 对不对 一直有盼望 Always hopes Always hopes 这几个了 五个了吧 五个了啊 五个意思了 还有最后一个 我想给大家多分享一点 我们中文翻译是 凡是忍耐的时候 已经有忍耐了 后面这个词呢 我非常希望用 电容英文的翻译 它叫 Always persevere Always persevere 什么意思呢 中文这 就是 一直 坚持不懈 Posvere 我们中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我看开始有些困难 哪个词最合适呢 因为我在背诵 这个里根总统 他那个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用这个词 所以呢 我一直对这个 Posvere 非常喜欢 Posvere 要坚持 不放弃 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真理与你同在 圣灵你同在 Always persevere Always persevere 等你Posvere的时候 在最关键的时候 最难的时候 能获得成就的人 与不能获得成就的人 这个差别呢 就是能不能Posvere 能不能坚持 能不能咬紧牙关 记住 你知道哈 我们作为华人在这里 你想想15年以前 我们在这里 大街上 你能不能看到 中国的产品 有几件 丽心弟兄 能看了多少 我们穿的衣服 有多少 15年以前 电子产品 有几件 对不对 电子产品 但是 就在 七八年以前 大概十年左右 你会看到啊 这supermarket 这个 Yongstreet 这个 这个 Mall 哎呦 怎么都变了天使的 怎么都是中国产呢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 哎呦 外国企业到中国去了 吸引外资吧 对不对 根本的东西不在这里 这是神 让一个人 你可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 对不对 不同的看法 就是这个人 邓小平这个人 对吧 保贬不一了 我只是说他好 对吧 对吧 三起三落 文革的时候 又请反安风的时候 好像在一案的时候 也落过一次 从来没有放弃过 怎么着 把中国变得富强了 把中国变得富强了 至于他走什么道路 意识形态是什么 咱不管了 对吧 他一直就追求一个 中国能够富强 即便把我打倒几次 即便我是跪下求人 写保证书 以后再悔改也没关系 对不对 让中国能够改革 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才能来 包括我自己 常常正正地 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也好 一名也好 来到这里安押 你想想文革可能吗 对不对 你想想可能吗 是吧 因为他Postware 他改变了 不仅改变了中国 对吧 也改变了世界格局 也改变了世界格局 我们宣道会 我们现在的宣道会 宣信博士 你知道宣信博士 我们今天全世界 有三万家宣道会 正轨的有一万五千家 包括我们这一年 是比较正轨的 对不对 能够有今天三万家教会 能够全世界成为一个 传播福音最广的一个门派 对吧 这是宣信博士 他的Postware 他的坚持 Always Postware 对吧 等他溺水以后 等他回来读圣经 神一直要他 对吧 等他在多伦多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等他有困难的时候 等他睡不着的时候 他没有放弃 等他在美国传福音的时候 见我们宣道会 初期的时候 出杂志的时候 家里一贫如洗 借着钱 继续做 我能够今天上了大学 能够能够像个人一样的 我父亲在北京卖破烂 一个假期 挣200块钱人民币 对吧 工作我们四个弟兄 一个妹妹上去 对吧 Postware坚持 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不管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也好 对吧 家里的 个人的 对吧 在加拿大创业 要Postware 要坚持 对吧 我们过去的 这个华人劳工 修铁路 死了三四千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华人 从来没有放弃过 结果 西文哈勃在几年以前 怎么办 向所有人华人 说 抱歉 是吧 抱歉 所以 我们要坚持 连我们办教会一样 我们现在人数不多 不要紧 我们不求那么多 对不对 但我们求与神同在 求我们的圣灵与圣灵同在 求我们在这里 得到神那里的幸福平安 好不好 好吧 所以我讲了六个耶词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耶词在哪里 你看第八节 第一句话 中文的翻译是 爱是永不知悉 虽然有一个不字 我愿意把它翻译成是yes 窒息就是负面的 不窒息就是永恒的 对不对 说爱呢 耶稣基督 我们神这里爱讲的 他有个时间陷阱 never fails 神那里的爱 神耶稣基督 他永远不会fail 所以你要是有这个爱 你这个爱就不能停 不能三天大鱼两天晒光 今天有了明天又没了 对不对 不能的 不能的 是吧 这就是说 基本上这是七个yes 给你讲完了 我留下最后一个yes 给你一会儿一会儿分享 大家还有点时间啊 好不好 对不对 那么王川道说 现在跟你分享了七个yes了 对不对 那个no在哪里 你看看第四节 上面一连串的有三个no 三个不是 对吧 说爱是不嫉妒 什么是爱是不嫉妒啊 嫉妒是什么呢 一种心理活动 看着别人好 受不了 对吧 受不了 嘀咕 纠结 所以你爱是 既然有爱 你就要什么 你要接受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 对吧 你对你属灵的恩赐要满意 你对别人 他比你好 他比较好 你要能够接受啊 你要能接受 我们有两个姊妹在教会里 对吧 你觉得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离奇业似的 其实啊 很真实的 一个姊妹叫Gin 开这个Corolla车 另一个姊妹呢 开这个Camry 这两个姊妹呢 后来又一个姊妹来到教会里 他家里呢 开的是宝马奔驰 对吧 我们这个开Corolla的姊妹呢 就很容易接受了开宝马奔驰大车的人 这个姊妹 见了他面不红 对吧 可是开Camry的这个姊妹呢 总假的自己的Camry 比那个宝马奔驰还便宜不少呢 好像啊 脸红 所以这个开Corolla的姊妹呢 和这个开奔驰的这个呢 还交上朋友了 到家里去 我们开Camry的这个姊妹呢 总假的不自在 对吧 这就造成了我们在教会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紧张 对不对 所以嫉妒啊 麻烦 坏事 对不对 在法国 嫉妒就是病啊 看医生哪 对不对 看医生哪 你知道99年 中国有个气功组织 你不想提这个事啊 可能搞政治了 好像 对不对 这个组织为什么要镇压它 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啊 我们党这么伟大才八千万 你有意义 那么有秩序 还行吗 我说话算数吗 嫉妒啊 对吧 对不对 那个清华大学有一个女生 两个同班同学啊 一个宿舍的啊 就因为一个女孩 长得结实一点 体育项目好像好一点啊 另一个女孩就给她放上拖啊 现在让她植物人呐 嫉妒啊 对不对 所以爱是不嫉妒啊 爱是不嫉妒 对吧 所以下一个词呢 是不张不自夸 像我这人呢 过去啊 常常夸自己 搞着美 是吧 上日本的时候 哎呦 教授说 哎呦 这说 奥尔尔尔 是吧 君我呢 小雷娃 安娜 Bernice Santies 你那里在小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小包呢 讲了呀 可不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哎呦 这美得不得了 是吧 后来呢 上多伦多的时候 有个姊妹从台湾的 他说呢 号长我今天给你听话啊 好像你是国父在世似的 哎呦 我更是美的 我说我可不赶着了 可是自己心眼的 夸自己 我太太对我还怨满 说你总角着美滋滋的 所以哪会都高兴 笑活喝的 不要自夸 这不是爱 所以我太太心里啊 在家里不平安 挣钱多少 她不在乎 她总角着自夸 所以爱啊 是不自夸 Don't boast 我想问一下第三个这个No啊 Love is not proud 不张狂 这个张狂 你可能行为 看到我今天有点张狂 是不是 对不对 有点张狂 所以说我经常上哪去的时候 六四游街的时候 我也是张狂 捐了一箱子钱 跟人哭着啊 留着鼻子啊 大姐啊 你看那广场上 都这样子了 绝食了 给点钱嘛 八九年的时候 我都看着那个 好几个给五十块钱 所以把那钱捐完了 是不是 就是说呢 有点张狂 但是这个是张狂张狂对了 但是在神的国里 Love is not proud 你不能张狂 连做传道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张狂起来 我们宣传会会找你麻烦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找你麻烦的 赖牧师可能不找麻烦 找我麻烦 对不对 所以Love is not proud Love is not proud 为什么等你proud的这事 就没有love了 这是一个关键点 等你proud of yourself 你自己觉着自己了不起的事 你为你自己的成就 感到骄傲的时候 这会儿这个神就进不了你的脑子里了 你懂吗 你懂吗 等你眼中没有人的时候 心里就没有神 你懂这意思吗 对不对 等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我干嘛还要神呢 所以就是有的人都信不了神 对吧 那个财主进什么 进天国 比那个骆驼怎么着 进真一耳东南 他觉得太厉害了 对吧 我请着好几个弟兄啊 他们就是 你劝他信神 我宁可跟这吃饭馆 对吧 你们的神是什么回事啊 好像他不屑一顾 但是你看着他很可怜 很可怜 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我等你在BC那 约请我参加一个新年会 他们那个新年会 准备着吃喝一桌子 真好 可是到了那以后 你知道吗 只有吃 eat nothing other 为什么 他们只知道吃嘛 对不对 只知道吃嘛 我看着他们真可怜 过去我也是个可怜虫 但是我现在呢 我觉得自己不可怜了 对吧 我有主的故事分享 我有知道这些所有的 都是神的恩典 他给我的 everything is from god 对不对 我们有个祷告 等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么好的食物 我们彼此有分享 有介绍啊 对不对 等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献上 向神献上感恩 对不对 所以 love is not proud it's not proud 好 我得用这三个no 是吧 把这个排除了啊 至少 还有几个 还有六 还有 还有至少五个 那我再还是等着呢 是吧 所以他这个第 第五节啊 他说 love is not 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中文翻译啊 我跟你解释不太详细了啊 这英文是 it's not rude 我简单地跟你说一下 这个不做害羞的事啊 我们一个人做什么害羞的事 什么害羞的事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是丢人现眼的事 对不对 在太太不在的时候 先生偷着找一个女孩约会 害羞吧 是不是 哎 害羞 害羞 给台子偷着抢东西 害羞吧 害羞 是吧 老人来了 不好好照顾 害羞吧 这都是害羞的事 我们不要做这个 才能做到保罗告诉我们的 神 他这个爱呢 是不做害羞的事 对 英文说 it's not rude 等你敲别人的什么 人的时候 不要贴 对不对 你要看着 这两个词对应着来 一个是反义词嘛 所以很容易讲 对不对 很容易讲 说他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因为是 it's not self-seeking 只要不要以自己为中心 要以神为中心 对不对 要想想其他的人 等你能够 把神放在最高的时候 把神放在priority first priority 最早的时候 等你爱人如己的时候 等你待人如己的时候 对不对 你的爱就来了 拍摄 你的爱就来了 你的爱就来了 我们神就跟你同在了 对不对 这里不是说 你不去挣工资 是吧 不是说你不要投资 赚利润的 是吧 买个房子 让他升职啊 这都对啊 self-seeking 这样的self-seeking 是堂堂正正的 it's justice right 不仅合法合理 并且是逃神喜悦的事情 关键是不要 把自己放在这 所有的人像那个小皇帝一样 所有的事都围着我 是吧 不要这样做 self-seeking 对吧 不要self-seeking 是吧 不轻易发怒 anger 发怒每个人都有 是吧 耶稣基督也发怒啊 是吧 他有喜怒哀乐 是吧 摩西也发怒啊 是吧 保罗使徒他也发怒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我们宣信国士 也有发怒的时候 对不对 都发怒 但是不要轻易发怒 什么意思 it's not easily anger 为什么不要 easily anger 别人弟兄姊妹 他因为你看着你 不好 在你背后 稍微说了你一句 不如意的话 你不中听的话 起来你就找他 哎呦 你怎么说我这个 是吧 就像我毛主席 训那个彭德怀一样 你再开这个 八千人大会的时候 最后 对吧 跟我怎么着了 说我了 是吧 不要干的 一点半点的 在后面说了一句 其实对你是 你有帮助的事情 对不对 你何必这么动弄呢 对不对 你太太就说了一句 今天心情不太好 就说你今天怎么回来晚了 谁神说我完了 对不对 你不一定会回来晚了吗 不要这样 控制极心者胜意趋成 对不对 不要轻易发怒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对不对 还有一个 说不计算人的恶 这个词很好啊 不计算人的恶 我们做人的 因为我有罪性 尤其是女同胞 我今天不想批评你们 女同胞要心眼小 别人犯过自己什么呢 我可是这辈子不理你了 是不是 我真的不想打理 对不对 就这样心眼小 所以呢 别人犯过什么错也好 我们神能宽恕我们 我们照样可以宽恕人 对不对 Only you forgive your friends your neighbors God then he will forgive you 对不对 明天的时候我们分享这个 是吧 不一样是这个了 另一词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you keep no record around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对吧 往前看 往前看 是吧 对吧 往前看 等你这样的时候 神他就更爱你 是吧 神他是一个宽恕的神 他是一个赦罪的神 我们每个人彼此相处的时候 在家里 在工作场子上 难免发生了一些问题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动态的过程 人是有情感的过程 还有一个利益的过程 每一个思路的一个过程 都有他这个中间啊 需要一个协调 这个协调是一个彼此啊 它是一个纠正的过程 对吧 一个纠正的过程 这个纠正的过程呢 难免就会发生一些差错 对不对 是吧 一般的差错 不要过于计较 对吧 不要过于计较 我记得在我这婚姻过程当中 我太太 在日本也好 在北京也好 不能说没点问题 对吧 大部分出了问题 我说这个事 交在我身上 让我来兜着 对吧 让我来兜着 所以我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婚姻 对吧 如果你都给他计较 我想 你就天天计较去吧 越计较越多 对不对 你这婚姻什么的 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 对 但是如果你不计较 你宽恕他 他回过来也会宽恕你 他不会得意忘形 他不会看着你软弱 对吧 如果真碰到有的人 他叫你好气软弱 你也 不是给他穿小鞋 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教训他 对不对 你可以教训他 所以神 他不管是一个大爱的神 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 这两个公义和大爱 你要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说明在我们人做事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两个事结合起来 所以不是 不计算人的恶 这一共有几个了 七个了吧 七个了 好吧 最后 这两个是个双关语 你再看第六点 他说 爱什么呢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个不义啊 It's not delayed in devils But rejoiced with truth 不喜欢不义 不义的事情 不符合神的 不是我们圣经的真理 不是我们圣经的真理 It's not righteous 不义 不义的事情 我对这种不义的邪恶的事情 我完全不喜欢 我不看那种 阿道什么尾 是吧 就是那种黄色录像啊 什么打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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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战死啊 我一弄的机关 把那些都扫死以后 我再看着高兴啊 重看中国电影 对吧 不要喜欢这些 不要喜欢这些 看着别人是在啥 看着911那个双子星啊 爆炸了 然后那么多人都死了 哎呀 中国人高兴 哎呀 真大 哎呀 这就是那种喜欢待会儿 喜欢待会儿 对吧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看着我们在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人这样一样的 我说真是没有药可救 对吧 人性上哪里去了 对不对 我就说那会儿还不知道耶稣的时候 我也不至于 intelete in the devil 对不对 喜欢那个不义 对不对 反过来讲 你既然已经不喜欢不义 那你喜欢什么 只喜欢真理 英文说不是喜欢的问题 它叫rejoice 你知道rejoice这个词 比这个like要高多少 对不对 它是rejoice with truth 这是什么处词啊 在我们基督徒来讲 除了圣经的真理以外 没有别的真理 我们有创世的真理 是我们的神父神耶和华 祂造了宇宙 造了我们每个人 按照祂的形象造了哪个人 是吧 当我们犯罪以后 祂有赎罪救为难 是吧 祂能赦我们的罪啊 对不对 祂叫我们彼此相爱啊 这是道理啊 是吧 祂叫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道理啊 是吧 我们只相信这些真理 是吧 彼此相爱的真理 待人如己的真理 是吧 等一个人犯了罪以后 他说 我一次能宽恕到 那么 77次能不能宽恕到 99次能不能宽恕到 一样宽恕到 就这个道理 是吧 你要把这个道理拿到家里去 拿到你的工作场所里去 你的人事关系还担心 除不好吗 对不对 你也担心吗 你也担心自己没有平安吗 是吧 排除了这八个no以后 你现在按照保罗他的说法 你已经有了爱了 懂吗 爱已经在你身上 I have your love in my hand 你有这种感觉吧 刚才这几个 有的时候我一条都做不到 可是保罗的要求还不仅限于如此 你再往后看 我不能把所有的都跟你分享了 什么呢 什么呢 他说呢 做十一节 当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一成了人 就把孩子丢弃了 什么意思呢 这里 对不对 你先上下门联系联系 对不对 如果你有爱 你是个成人 就去像个成人的样子 对不对 你不能再像孩子那样子 对不对 你还像那小孩子一样 你这个 爱在你身上 没有爱 你没做到 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移民之家里 移民的家庭 父母都来探亲 我们的父母 等他老了以后 像个什么 老小孩 你知道吗 人老了吗 像个孩子似的 对不对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对待他们的时候 不能把他当成成人 那么 那么要求他 所以你这个criterium 你这个标准 有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 对待他们 照顾他们 关心他们 理解他们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 我们做的基督徒 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符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对吧 对吧 这才是孩子 那你讲了这么多了 好像我们整个圣经 这个十三章 一到十三节 我没有看见神一个字 是吧 那么到底 保罗这么好的经文 世界上这么好的篇章 为什么不提神 也不提耶稣 也不提圣灵 也不提耶和华 一个词这都没有 你看到了吗 没有吧 是不是 那么神在这个经文 你在哪里呢 猜一猜 对不对 第一个 约翰一书 第四章 第四到七节 怎么说的 有一个词他说的 神就是爱 我错了吧 对了吧 神就是爱 把这个爱这个词 换成神 是 好多东西都理解了 对不对 试一试 是不是这样 我们和这个 奥古斯丁 齐名的大神学家 叫什么 他叫阿奎 他著有一条著作 以人等高的著作 他是天主教的 神学奠基人 他的名声 从他以后 超过了奥古斯丁 他有一个观点 我想给大家分享 是吧 他说神的本质是什么 神的本质就是 真 善 美 你从这里找一找 真 有没有 前面 这个第七节 第六节 说只喜欢真理 就是那个真 善 真 善呢 善 善 善呢 love is kind 这是那个善 美呢 when the perfection comes imperfect disappears perfect 你会看到这里边 有真善 所以神就在那里 你会看到 后来 Meter 就是对着镜子的观看 那里 耶稣基督就来了 耶稣基督就来了 你讲了这么多 又有信 又有望 又有爱 那么这几个 哪个到底最重要 最核心呢 所以一到三节 他告诉我们 爱是不可或缺的 是吧 尤其那个第三节告诉我们 任何东西 你把你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 多少的财主 把身体架在火焰上粉烧 我能这个代替的 不能代替的 这就是不可或缺的 爱是不可或缺的 是吧 爱不仅不可或缺 而且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在基督教里 三个最核心的观念 信 望 爱 爱 爱是最大的 各位听众姐妹 今天 如果你听了今天的道 如果你有感动 你说我愿意做一个 有爱的基督徒 我愿意赚一个 有爱的家庭 我愿意重建我的家庭 我愿意我的孩子们尊敬我 我作为一个老人 对不对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愿意尊敬我的老人 照顾他们 请你举起右手 我为你祷告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徒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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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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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我一起来打包 我们的天生的福 我们今天 因为你的名 因为你的国 因为你的义 我们今天 星期六的晚上 我们舍弃那些世俗的 电视 那些游戏 那些主题常谈 我们来到你的店中 学习什么是爱 在行动中当的爱 在于我们态度的改变的爱 在于我们性格的改变 神啊 请你使用我们现在 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圣灵感动他们 让他们在他们学习中 家里的生活当中 在他们的工作当中 在和别人相处当中 一时一刻 那行主神 你给予他们的大爱来 一生祷告不配 我跟耶稣基督徒 阿们 来 干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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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净事